OK 欢迎来博康 阵容详解 今天博康带大家开开眼 掌掌见识 什么满红富贵枪我们放一边 今天博康一个视频带你们彻底了解王毅 并带来全新的满宠SP巡域配将思路 屏风110家的王毅他为公正式开讲 首先我们来说SP巡域和满宠的全新配将体系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完全是一个通用型的配将思路 即SP巡域做主将打输出 紧接体系替换之前的军名或者藤甲 以换取额外的回复技能拖回合 你可能会质疑这队输出不足 所以你现在在账上上面还可以看到 下活动的双核版本 而今天的王毅他为公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觉得输出不足我就让王毅补点伤害 你现在肯定满脑子的疑问 王毅不是要全体普攻吗 SP巡域怎么不带识别三日呢 你一定记住博康以下的话 中漫速队防御远禀输出重要 更何况识别三日还能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 而且之前确实带的是兵武尝试 但试了很多套这套最舒服 队伍三个武将全智力加点 王毅带个援助甲队伍就正式出山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账报 让你真正了解王毅 首先当然是王毅是否天克SP马超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他确实能够降低SP马超的普攻输出 但SP马超的全体普攻机制可以当风你啊 更何况他还有物理突击战法的伤害 只能说可以限制但非玩客 然后到王毅自带技能的输出能力 面对狗关枪我们输出了6000 面对杜江我们输出了11000 面对冤奇我们输出了9100 面对等红熊我们输出了5600 但这次面对满红格关又只输出了2500 整体看下来平均输出能力应该在五六千的样子 且输出波动型较大 完全取决于你普攻以后出发的次数 我知道你肯定会问 如果SP巡运不带识别三日呢 你看在并无尝试走连击的时候 面对半红差微盾输出4300 面对满红格马枪输出3700 面对黄冠枪输出8600 你觉得差别大吗 他就是一个自带技能能够5000加伤害的武将 虽然伤害会有波动 连串能力绝对T0上游水准 至于队伍的缺点 当风速攻仍然是绕不开的坎 没办法输出还是有点慢 但整体体验会好于传统太微盾 毕竟SP巡运的减商体系还是拉满的 OK 同关之战王毅太微攻就介绍到这里 全新的配奖思路和稀有的满红武将 让我们一起见证更多伟大队伍的诞生